我們就來看一下在 CT 上面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影像上的重建 這邊列了一些不一樣的概念 可以用來做解方程式的一個概念 當然第一個最急決的方式就是解連立方程式 把所有這些位置數所形成的方程式全部都列起來來解函矩正 所以我們剛剛有算過一下 簡單的從以前的解析度最糟的狀況之下 你起碼都有幾千個像素 那這麼多的位置數來講的話 其實你要做環體證基本上是天方夜譚 你根本做不出來了 即便你現在還是算不出來 所以開始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演算法來推估裡面的這些變數的分布是怎麼樣 才會比較效率 那一開始的話最常被人家採取的就是疊代法 所謂疊代法就是它根據不同方向的投影 先去猜測每一個位置訊號的分布是怎麼樣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一開始的話我們只知道單音的投影方向 舉個例子就是從上投影到下一個方向 你可以知道它的投影量衰減的結果是多少 那你就把它平均分配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影像在一開始只有一圍上面的資訊而已 不過沒有關係 它可以再透過更多的方向投影之後呢 開始去修正這些訊號的分布 也就是根據你投影的分布結果 來去修正你原本的這個疊代的這個內容 一次一次的方式把它修正到最完整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疊代法 那不過我們也發現這個疊代法其實真的還蠻累的 需要花了時間非常非常久才能夠得到一個比較穩定的解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人提出了像這個 使用那個副列的這個關係式 來提出這個central slide theorem 通常會中文的話把它叫做中央千面定理這樣子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演算 那甚至還有一些方式像filted back projection 也有一些反投影的方式 我們原本得到的是投影的這個結果嘛 那我們用反投影的方式獲得新的一個result這樣子 也有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解決的 那不過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只算講一個方式就好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central slide theorem 中央千面定理 那在講這個定理之前 我們必須要講一下影像 以及它的頻譜的一個對應關係 以往我們在講到free-hpand-stone 那個期中考前的最後一個單元 講signal processing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free-hpand-stone 對不對 我們說它是一個食慾的訊號 以及頻率訊號之間的一個對應關係 我們把很多這個 把食慾的訊號看成是很多的 不同頻率的正旋鍋的總和 roughly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概念其實是可以延伸到二維的一個變數的 因為食慾和那個頻率都是有一維的變數嘛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只是簡單的把它延伸到二維的變數 我們可以做兩次的這一個free-hpand-stone 就是我們 2-dimensional free-hpand-stone 這樣子 那2-dimensional free-hpand-stone 跟1-dimensional free-hpand-stone 的差別只是在於說 它的變數會多一點 原本只是時間軸而已嘛 現在變成是一個影像軸 它有x方向 有y的方向 有兩個變數 所以你那個積分呢 其實是兩個方向都要做積分的 你得到的呢 也是一個空間中的頻譜 得到的頻譜也是二維的 像右邊這張圖一樣 這邊這張圖就是左邊這張 腹部影像的一個二維的free-hpand-stone 那這裡的頻譜的成分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代表不是隨著時間變化的波形 它代表是在空間中變化的波形 也就是說我把這一張影像 分解成很多的正懸波 很多不同的空間頻率的正懸波 比如說有的是比較低空間頻率 它變化是這樣子的 中間旁邊按 中間亮在旁邊按的 比較快的呢 可能是中間旁邊按 再亮 再按 再亮 再按 再亮 這樣子的不同頻率的一個空間波的波形 最終呢 我們取得了適當的這些加權長數之後 加權的細數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合成主要的這一張 互部的影像 這些加權長數 加權細數 在不同位置上面的分布 就是我們的空間頻率 右邊這張影像 那請注意一下這張影像裡面 你可以看到絕大部分外圍的部分 其實都是灰灰的 裡面有的是暗的 有的是亮的 有的是黑的 有的是白的 這代表是什麼樣子的資訊呢 我們說過 在3A Transpone的計算上面 左邊的影像的話 或許全部的內容 數值裡面所記錄的 都是一個實數 而且是正的實數 但是在右邊的地方 第一個 我並不保證 它一定是一個 positive number 它不一定都是大於0的數 有的正 有的負 再來我甚至不能夠保證 它是一個real number的實數 它可能有些是實負 有些是虛負的一個負數形態 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也只有把實負的部分顯示出來 實負的部分其實是把它先省略掉的 所以實負的地方有的正有的負 有的地方對應到的是0 所以在灰階的顯示上面 我們把正的最大值對應到的是白色 負的最大值對應到的是這邊的黑色 那0的部分對應到就是這個 不黑也不白的灰色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絕大部分的頻譜 是聚集在這個頻譜的中央部分 roughly 是這樣子 這個頻譜和這個二維的 一維的Purition Storm 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 你的影像和我們的這個空間頻譜 它其實是蓄有1對1的對應性 就是說你今天得到這個影像 經過了二維的Purition Storm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頻譜 或者是說如果你今天有了這個頻譜之後 你也可以藉由使用的 2-dimensional inverse Purition Storm 反覆列計算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影像 也就是說你得到某一個 動面上面的資料 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 那我們剛剛說的這個central slide theorem 它基本上就是先去獲得空間頻譜上的分佈 再來回推影像 長得是什麼樣子的一種技術 不過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知道 這一個空間頻譜的分佈 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我今天只有投影的結果而已 投影結果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有一個關係的 它的關係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它就是 如果你今天把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投影的時候 我們不是每一個方向 我就可以得到一組投影的結果 就是沿著垂直方向的訊號分佈 我可以得到一個投影的結果 對不對 這是一個 一維的一個變化量 我把這個一維的這個變化函數 拿去做one dimensional Purition Storm的話 我就得到一維的頻譜 我們發現這個一維的頻譜呢 我們發現這個一維的頻譜呢 剛好就是在剛剛的二維頻譜裡面的中間的其中一條線 那當你轉方向的時候 你等於去改變轉方向的Projection 再拿到這個投影 去做one dimensional Purition Storm 你其實只是轉方向去獲得不一樣位置的一個軸向線而已 或是輻射線而已 在頻譜當中的輻射線而已 這樣聽我講 感覺上是蠻不清楚的 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數學式子 你可能會比較了解一點點 最上面這個式子其實就是 2Dimensional Purition Storm的一個公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跟1Dimensional Purition Storm很像 OK 它只是差別在於 這個Exponential這個運算子上面呢 它不再只有兩個變數 T跟F而已 它這邊的是UX和VY 其中X和Y代表是空間上的這個變數 不同的位置 U和V代表就是沿著X和Y的空間頻率 所以它變成有兩組不同的這個變數 然後呢 所以在積分的時候 它除了要對X做積分以外 也要對Y做積分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公式套用在我們的影像上面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F其實就是我們影像本身 它代表的就是 隨著空間變化的分佈的一個函數 訊號在空間中的分佈結果 其實就是影像 這個函數就是用來表示我們的影像 做了二維的這個積分之後 做了兩次的積分之後 你得獲得的就是我們剛剛 右邊對照的那一個空間頻率分佈圖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你知道這個就可以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你也可以知道這個 好 只要知道其中一側 你就可以推到另外一側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所有的 那個Fluorate Transpone之後的這個頻譜 它的分佈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example 來我們讓U等於0 我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讓U等於0的話 代表的是水平軸為0的那個位置 對應到水平軸為0的那一條千直線 代表就是F of 0 0.V 對不對 就是讓U等於0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來U代入0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term不見了 Ux整個term都不見了 對不對 只剩下Vy 好 所以這邊只是很簡單的 把那個0代入而已 代入了以後我們就發 這邊是對X和對Y分別做積分 那既然後面這個exponential裡面 已經沒有X了 所以我是可以調整一下積分的順序 我直接先對X做積分之後 再上exponential term 再對Y積分 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其實我只是調整積分順序而已 如果你看得懂這邊可以接受的話 那其實我們答案已經出來了 怎麼說 來我問一下 F of Sy 比X 這個東西 這個F 對X的積分代表的是什麼 他不就是沿著X方向去做投影嗎 我們說F是這個 代表的是這個影像 對不對 這個影像在空間中 訊號的分布是怎麼樣 那你對X做積分的話 代表他每一次都是 根據他的位置 然後對X的這個水平的方向 假設X是水平走好了 對水平的方向去做積分的動作 其實就是把每一點的數值 全部都加起來 這不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投影嗎 把所有的位置數全部都選起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黃色的光光代表 就是你沿著水平方向或X方向的投影結果 來 這個地方投影完之後 因為你對X做積分 所以X這個變數是不是不見了 那就要說這個只剩下Y 對不對 他的變數裡面只剩下Y 也就是說我對X做完積分以後 他在Y軸 不同的Y軸位置上面的訊號分布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你的投影 隨著Y的分布 好 那這個投影隨著Y的分布以後 再去乘上這個Exponential -J2Py 這是什麼 再把它積分起來 這不就是 1DFF嗎 對不對 一個只有Y的函數 再去乘上這個Term 對Y做積分 這就是FF啊 去對Y做FF得到Y方向的一個平譜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話 你今天把沿著X方向投影的結果 拿去做一維的FF以後 你就等於拿到什麼 拿到在牽直方向的這一條分布 是什麼樣子 牽直方向 就是說在平譜的這個總面裡面 在二維的平譜的這個分布裡面 牽直線上面的數值分布是什麼樣子 你就得到了 所以同理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換一下方向嘛 我們換另外一個意思 現在不要U的0 我們改成V等於0 V等於0的話 得到了在空間平譜上面 反映的是 等號的左邊反映的是水平軸 對不對 在等號的右邊 V等於0的話 等於這一項沒了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是對Y的投影 再做Reration Storm 如果這樣講 對你來講還很困難的話 我們試著用影像來看一下 來水平的部分是X 垂直的部分是Y 所以這邊有些字沒有辦法正確的顯示 總之 這個地方所對應X對應的是U 然後Y所對應的是V軸 OK 左邊是影像的Domain 右邊是平譜的Domain 好 那如果說我第一開始對X軸去做7分的結果 OK 這是剛剛我們前面的公式裡面的這個Term 對X方向做投影的結果 投影子出來以後呢 再去做FreeRation Storm OK 它的結果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通過U等於0的這個千值軸 所以換句話說 你得到的數據點其實就是在這一列上面的 這一排上面的一個所有的數據點 一個投影經過了計算之後 經過了FreeRation Storm的計算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二維平譜當中的其中一條 通過圓心的線 改變不同的投影方向的時候 你獲得不一樣方向的投影結果 你可以試著去做代替轉換一下 你會發現你得到的就是 同一個方向 它在平譜上面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你獲得的這個結果 剛好跟你投影的方向是正交的 跟你投影的變量是平行的 OK 所以接下來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們在SIT的收集資料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會改變不同的角度 來收取更多的資料 對不對 你收取不同的路徑上面累積的資訊 所以當你越收越多的時候 密集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開始知道 在平譜當中所有資訊的分布是怎麼樣子 等到這些線夠密集的時候 可能到了幾十條 上百條 數百條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 Inverse Pre-Reation Storm 獲得我們的影像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中央切面定理 或是 Pre-Resize Zero 也可以 可以喔 所以我們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去收集不同角度的投影 知道不同的投影路徑上面的 資料累積的結果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針對每個投影都去做 一維的 Pre-Resize 轉換 然後再把它填入適當的位置 在填入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它填入的不是 Partition coordinate 它填入的是一個極坐標 一個Polar coordinate 上面的一個Pram 然後再想辦法做一個 反向的 Pre-Resize 轉換 你就可以得到影像的資訊 OK 所以其實並不難啊 你只要做 Pre-Resize 運算就可以了 那以現在的 之前來講的話 我們得到的是 我們說是80x80的一張影像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需要多少的數據點 才能夠獲得一個 適當解析度的CD影像呢 以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是750個Ray 600個B 什麼是Ray呢 Ray的意思就是說 你單一的投影上面 你是分成幾個點 從不同的位置上面 你是得到幾個點的數據 OK View的意思就是說 你改變了幾個不同的角度 OK 所以它其實改變的角度 是600個之多 600的意思是 大概 180度除以600 Roughly大概是在0.3左右 每0.3度 它就去收集一個投影的結果 OK 那每一條投影上面 都會有750個點的資料 所以 total累積下來的話 總共會有45萬點 OK 那以現在解析度 我們剛剛說 Roughly大概就是512乘以512 512乘以512的話 大概是26萬 25萬 點左右 所以你就會知道 它其實收集到的點 比你的位置數還要更多 它是一個 over-determined system OK 也就是說我收集的資料 其實是比你需要的資料還多 這樣子的狀況 我才能夠保持一個很好的一個 影像品質 而且不會有一些 那個假影存在這樣子 Generally我們是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可以 可以 在CT影像的訊號分布來講的話 因為它其實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其實是把每一個位置的衰減 當成是一個變數 對不對 然後去解這個變數的分布 在空間上的分布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 跟投影不太一樣的 就是在X-Ray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由 那個X光板上面 收到的訊號強度 來直接當成是最後影像的輸出 但在這個地方 我有做一個假設 我假設它的衰減量 所以其實每一個位置所顯示出來的 是那一個位置上面的 那個組織的衰減參數 衰減係數 OK 那以現今的這個 那個CT來講的話 我們會更進一步的去做一些 量化的過程 OK 讓就算是不同人 身上所測量出來的數值呢 都可以有一樣的參考標準 OK 那這個量化的過程 公司就在這個地方 公司在這個地方 請注意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 μ呢 這幾個μ 都代表都是衰減的常數 其中 如果下面有一個H2O的話 是水的衰減常數 L的話是空氣的衰減常數 OK 也就是說呢 它在那個地方呢 量測到的衰減常數 它會根據 它跟水 還有空氣的衰減常數 來做一個 那個normalized的動作 等量化的一個動作 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通通都是水的話 那其實分子的地方 這邊就代入了μH2O 對不對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 大概是零 水的標準 水的這個 那個 計算出來的 正規化的結果 就是零 那如果你今天 計算是空氣的話 那剛好 分子和分母 剛好是倒過來的 剛好差一個負號 所以空氣所代表的 這個參數就是 負一千 OK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就看這個衰減的值 是多少 帶進去就知道了 OK 那這個數目字呢 這個經過等量化 或是我們把它叫做正規化 所得到的這個單位 我們就把它叫做 Hansfield Unit 那當然就是紀念 Hansfield這位先生 OK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 CT Number也可以 所以現在那個 CT以上上面的數值 OK 幾千幾百這個數值 代表的就是這個 Hansfield Unit OK 那右邊這邊 有一個表可以反映 就是可以告訴各位一下 現在一些 這些常見的物質 它所代表的 Hansfield Unit 大概是多少 其中水當然就是0 因為我們體內含有 最多的就是水 所以水的部分是0 那Muscle的部分呢 衰減的係數會稍微高一點點 大概在正式值左右 Fat會比較低一點點 我們之前那個衰減的函數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Fat是最低的 OK 在軟組織裡面比較低 不是最低 在軟組織裡面低 所以大概是-100 120這樣子 Calculus 這個是結石 體內的一些結石 像腎結石之類的 膽結石之類的 它大概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結石主要的結構 主要的成分化是 鈣和鈴這些 比較高原子序的一些物質 所以它會比較 相對應它的衰減係數 會比較高 那Bong的部分呢 骨頭的部分 可能會在400以上 因為會有不一樣的素質 是因為不一樣位置的骨頭 它的致密程度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的大腿的那根骨頭 外面的Code-Code-Code-Bong 它的致密程度就會很高 所以它的數值可能甚至可以到 600、700之類的 其他地方 比較基本的地方 可能就是400或300之類的 OK 所以跟每個地方的骨頭 也有不一樣的一個關係 那基本上呢 這些衰減原則上 都還是跟原子序的大小 是有一些正向的關係的 原子序越大 旁邊的直接電子的數目越多 所以它的衰減係數也會越高 所以它的影像對比 基本上不多X-Ray的影像對比 它們兩個其實是一樣 因為你看的就是X光照射 X光經過之後的衰減現象 差別只是一個是投影的結果 一個是空間上的分布而已 OK 對比上面是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這個CT 它其實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需要這麼多的資料 你才能夠解出一張夠好的影像 因此呢 它除了在運算上的 速度上的需求以外 那個成像 收集資料上的速度要求 其實也很高 所以我們有大概第一代 我們會說明一下 它的CT整個設備上的進展 那這個進展 基本上都是有一個 非常類似的一個目標 就是要讓你收集資料的速度 越來越快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樣做的 這邊的四張圖 大概反映的就是 第一代CT到第四代CT 它的工作的原理 其中這邊A B C D 所分別代表就是 一二三四代 所以我們先從左上角的 第一代開始看 在第一代CT裡面 你看一個X光 對應的就是一個Detector 就是在這整個成像的機制裡面 有一個X-ray tube 一個Detector 所以你收集完了 單一方向的這個 projection 的結果之後 呢 X-ray和Detector 都會平移一個方向 去收第二條 再平移一個方向 收第三條 你這個地方有幾條 你就要平移 以幾個 幾次 收到幾次的這個位置以後 全部收完確定了之後呢 我們再共通一起轉一個角度 這兩個一起連動轉一個角度以後 再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收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total總共有幾個 projection line 你就需要停幾次 所以花的時間一定會很久 你要讓你有一個步進馬達能夠 第一個它能夠位移 第二個它能夠轉動 OK 所以他們才能夠收集完 所有的這些資料 那 進馬達帶動這些 那個設備的位移或轉動來講 其實往往這是比較耗時間的 因為機械的裝置 你要讓它動 你需要等待一些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detector 這個地方動個手小 這邊只有一個detector 一次只收一條 季線素 我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我一口氣收個 比如說這個例子裡面 我收五條 X光一打出去之後呢 我就收五條 所以呢 這馬上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原本的馬上節省 變成原本的五分之一 速度變成我原本的五倍快 因為 原本一次收一條 這邊一次收五條 所以我一次打完收完五條以後 我可以移動比較大的距離 再收另外五條 那一樣的條數 一樣的projection line的個數 那我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就完成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 第二代的技術 不過想當然了 今天打出去的這些 細線素不再是平行的 所以你必須要做這個東西 對於這個東西要做一點點校正 所以它的傳輸路徑要做一點點校正才行 再來第三代 他就想說 既然我可以一口氣收五個 那我可不可以一口氣收更多個 來個一百個如何 反正我就是增加這個detector的面積嘛 對不對 增加上面這個element的個數 它好處就是說 當你增加的範圍 detector的範圍 可以覆蓋到整個成像的範圍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x-ray就根本不用移動了 x-ray不用平移了 它只要在定點之後 某一個角度的定點之後 全部打下去 大家一起收到 資料就收完了 對不對 所以只要 譬如說這個地方 有100個detector來講的話 它加速就是原本第一代的100倍 或者是第二代的20倍 這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速度的進展其實是很快的 那直到後來 甚至有人提出來說 前三代不管怎麼樣子 你都還要轉嘛 對不對 收完一次的投影之後 你一定要轉另外的角度 你才能夠收到不同方向的投影結果 那我可不可以發展一個detector 完全不要轉的 怎麼說呢 我把整個detector繞圈 360度我都全部繞過一遍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只需要轉x-ray tube就好了 那x-ray tube的話 一個比較小啊 所以它在繞的話 比較容易控制啊 精準度也可以比較高啊 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雖然速度上面 可能沒有提升很多 但是在整個 穩定度上面 可能會高蠻多的 你只有一個x-ray在轉的話 它的轉的速度 也可以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還是有一些提升就是了啦 OK 儘管沒有像之前的程度上差那麼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第四代的x-ray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現在來講的話 不一定每一家都用第四代 因為當然 雖然最後一代的速度可以最快 但是它相對應的成本也是最高的 因為你需要detector的數量最多啊 對不對 你需要後端的這些資訊處理的設備 其實是最多的 所以成本多很多啊 因為往往你一次的graduation 你需要的這個範圍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或者是甚至更少 六分之一的detector的部分而已 角度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的設計 還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把一台CT scanner打開之後 內部的這個結構 這個地方呢 就是x-ray tube的部分 所以x-ray呢 就這樣子 紅色線 紅色箭頭這樣打出去 那這邊上面這一排呢 就是我們的detector 第一代表就是detector 它可以接收x-ray的訊號 穿透了人體之後收到的訊號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些 不同方向的投影結果 來去計算 在體內衰減的分部是如何的 OK 到這邊可以齁 好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雖然已經很快了 因為轉動的速度可以 可以以現在機械的這個進步的程度來講 轉動的速度其實是可以蠻快的 它可以快到就是 frame rate大概是一秒 超過一圈以上 所以它可以用很快的 已經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在做這個運轉 所以現在來講 CT收資料的時間 其實已經大幅的縮短了 大概只要幾十秒就可以收到影像 那不過有人還是覺得說 這樣其實還是有一些限制 因為你的這個瓶頸就是 會卡在機械的裝置上面 因為畢竟它還是需要機械的帶動才行嘛 直接都是需要花時間的 那再怎麼節省也節省不了多少 因此就有人講說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台CT 是完全不需要有機械上面的運轉 不管是移動或轉動也好 如果我做得到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把速度 再繼續提升到另外一個等級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這個Electro Beam CT OK Electro Beam CT 它在人體的擺放的方式上面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差別在於什麼呢 差別在於它所產生的x-ray 並不是一個單一的x-ray tube 這樣子這麼簡單而已 它其實是用一個巨大的電子槍 直接把這個電子打到金屬的靶面上面 產生x-光 原本我們產生x-光的裝置 其實就是封在一個小小的x-ray tube 底邊而已嘛 對不對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控制 那它怎麼控制呢 它其實是從這個地方把電子打出來 這些虛線就是電子走的路徑 然後呢 因為電子帶電盒 所以呢 我可以在這個它的前進的過程當中 這個所謂的Focus Coil呢 其實我就是使用電場 加出在這個管壁 槍壁上面這個電場 來控制電子流的位置 OK 控制它電子流流出的這個方向 和它的角度 那直接打到了這個地方的靶面 所以這個陽極的靶面 其實在這個地方喔 在不一樣的位置上面喔 OK 打到靶面以後呢 它就可以控制產生x-ray的這個角度 打出去 然後它的Dictator就在上端這個地方 那它怎麼獲得不同角度的投影呢 很簡單 我去調整這裡面的電場 讓它的電子流出色的位置 會打在不一樣位置的Target上面 不一樣的陽極位置上面 比如說它可以打到比較前面的部分 或是比較後面的部分 所以它就會產生不同角度的這個x-ray的方向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整個裝置裡面你可以發現一個特點 就是它完全沒有地方要動 那它怎麼改變這些x-ray的途徑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改變電場 那怎麼改變電場 很簡單啊 你今天的所有的電機電子設備裡面 怎麼改變電場 你就是這樣控制嘛 簡單來說就是去控制這些不同的電流嘛 控制電流在時間上面的一個改變就可以了啊 那既然可以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代表的是 我今天控制訊號的切換能夠有多快的話 我改變這些x-ray方向的速度就可以有多快 因為完全都不需要機械的運轉 這個把CD的成像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什麼樣子的境界呢 幾乎它可以大概在幾十個minisecond裡面 就完成這張影像 附帶一提喔 這個是這個影像的Polotype 是由Siemens這個公司所提出來的 它叫Inmetron Inmetron Ultra-Fast CT 真的是 Ultra-Fast 因為它可以在五十個minisecond裡面 就完成一張掃明 我們剛剛說的數字是幾十秒 現在是它的千分之一喔 幾十個minisecond 雖然都是幾十但是大部分差很多 可以在幾十個minisecond裡面 搜集完所有的資料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只要你的運動速度 比幾十個minisecond 相較起來都慢的話 那其實對它來講都沒有差 最有用的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在我們的心臟 我們知道我們心臟一直在跳 只要你活著就在跳 你不能將它停下來 那跳的它的頻率來講的話 以週期來講的話 大概一秒鐘跳一次嘛 甚至不到一秒鐘你就跳一次 所以對CT來講 傳統的CT來講的話 它收集完一組資料 大概Rocket可能會需要十秒鐘 或是更久的時間 那你的心臟都已經不知道跳幾次去啦 對不對 那位置 就是跳動的位置不一樣的時候 你得到Projection的資訊 其實一定會跟著改變嘛 那換句話說 你的各個發向的Projection 是由不同的跳動狀態 所得到的投影結果 那這樣子重組出來的影像 一定會有問題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在Eletial Spin CT裡面呢 它把Soul Train的時間 縮短到只有幾十個minisecond 在幾十個minisecond的尺度底下 其實你心臟看起來就像不動一樣 它看起來就像是冷凍的Pizza 等在那邊等你去收集資料一樣 所以最好的結果 最好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心臟看起來就不會動了 它就不會有 因為Motion而引起的Oleafact 因為運動而引起的這個甲乙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它 最好最好的一個運用這樣子 那甚至呢 我們剛剛在這個地方看到 這個Target其實有很多牌對不對 它可以控制這個電子流 一口氣打在不同的Target上面 OK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可以得到不同切面的一個資訊 所以這個也不需要這個檯面的移動 反正你只要改變這個電子流的路徑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Multiple Slice 對它來講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多切面來講的話 它就是改變不一樣電子路徑而已嘛 所以那個時間其實也是很短的 根本不需要檯面的移動 不過 以上講的都是好話 那有優點當然也會有一點小小的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因為它的電子槍非常的龐大 你可以看到它跟幾乎佔了這整個設備的一半以上 那你只要中間的位置偏一點點 你打到位置就會偏很多 中間的電廠的這個精準度只要差一些些 後面這個位置就會差很多 十字毫里 差四千里 所以你的影像品質很難保持一定 它需要很高的成本來做maintain 來做維修 保養的動作 所以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此它在市面的普及度上來說其實並不大 大概只有在使用心臟的這個應用上面 比較會有用的到而已 其他的部分 以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CD的收縮已經越做越快了 所以在電子槍的這個需要需求度上面 其實是日漸減低的 因為它成本實在太高了 取而代之了 我們要怎樣增快我們的這個 收訊的速度呢 有人想出了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反正我就是拼命收 然後呢 因為以往來說我今天 收完一個切面之後 我必須要調整我的table 到另外一個切面的位置以後 再繼續搜尋 因為畢竟我今天的x-ray 和我的對應的這些 detector的這個array 只有一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收集到不同 actual plane的資料的時候 我就要移動一個 那每移動一個位置的話 我就可以收到一組 actual plane的資料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說 CT有人把它叫做 computed actual tomography 因為我原始得到的影像 都是軸向的切面 都是這個切面 不過講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想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都只有這個切面啊 我為什麼不能都拿到 chrono的切面 或是stage code的切面 如果我今天要直接拿到 一個chrono的切面的話 請問一下我的x-光 要往哪個地方轉 哪個方向轉 chrono是這個切面 如果你要拿到這個切面的話 你的x-ray tube要往這個方向轉 如果是stage code的話 你要往這個方向轉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方向 它所需要的半徑都非常非常的大 你那個device 就是CT的內徑要非常非常大 因為你起碼要容納一個人的長度才行 那想當然了 一定很不實際嘛 對不對 走向最短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切面 OK 一般來說的話 只要60公分的內性 非常夠的 就算你是 那個150公斤的 大概還是都可以進去 所以其實以這樣的考量來講 就是告訴各位為什麼 我們拿到全部都是extra prime OK 好 回到這個地方來 有人就想到說 那我不要這樣子走走停停 我可不可以在一邊走的時候 一邊收集資料 OK 它把它叫做spiral CT 為什麼叫spiral spiral是螺旋的意思嘛 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它今天不是 這個人不是停在某一個位置上面 假設我今天要做胸腔的CT好了 那它開始就從肩膀的位置送進去 好 開始掃描 掃描的同時呢 它不會停下來 這個table就一直往前送 往前送 往前送 所以呢 這個掃描經過的路徑 就有如同這個螺旋管一樣 這樣子一直繞下來 OK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spiral的一個 trajectory 螺旋狀的一個軌跡 或者是說 有人會把它叫做helical helical也是螺旋的這個 這個意思 OK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反正我不會停下來 我table不會停下來 我可以稍微節省一下時間 那我只要收集過的資料 收集的這個資料夠多的話 我永遠可以用內插的方式 把這些 切面與切面之間的資料 凝固回來 反正我原本就需要內插了嘛 原本的內插是在這個plan上面 單一的平面上面做內插 現在的內插是在不同的平面上面做內插 不會點不一樣的內插而已 所以有人就想說 這樣子做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在這樣子做的做法裡面 有一個關鍵的參數 就必須要掌握一下 我們把它叫pitch pitch是什麼呢 pitch就是你每轉360度 繞一圈 繞一圈的時間裡面呢 你這個table前進的距離 跟你今天重建出來的slide thickness 每一個切面的厚度 它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今天pitch小1的時候呢 代表就是說 我今天繞一圈的時候 我table前進的距離 才比我切面厚度少 換句話說 同一個切面你可能會收到第二圈以上 它會有一些overlap的位置 想當然了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的內插會變得比較準確 因為你收集了過量的資料 你收集更多的資料 來去做資料的內插 反之 如果今天pitch大1 也就是說 我今天轉完一圈以後呢 table前進的距離 比我的slide thickness還要厚的時候 換句話說 我在轉的過程當中 它早就已經前進超過一個切面的長度了 所以呢 有些角度的這些資料 是被忽略掉的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有些datas get skipped掉的狀況之下 你就被 必須要極度仰賴這個內插 來獲得這些失去的資料 換句話說 你的資料正確性可能會打個折扣 但是呢 你的空間解析度一定就會比較高 比你切面厚度可以比較高嗎 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pitch是什麼呢 就是 每轉360度table前進的距離 也就是這兩個螺旋線之間的間距 這個間距跟切面厚度的比例是多少 切面厚度來講 當然我們會希望越薄越好 為什麼呢 因為越薄的話代表的是你的解析度會越高 你能夠越去分辨越細的這個物體 OK 但是呢 在這個pitch來講的話呢 如果你的pitch越大的話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你收集完這組資料所需要的時間會越短 因為一樣的距離 一樣的厚度 你走得越快 table走得越快的話 我需要時間越轉 對不對 我可以越快就把這些資料收集越矮 但它的代價是什麼 代價就是 它可能有些資料比較沒有收到 它需要做內查才能夠還原這些資料 即便如此 那些資料的真實性 也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你付出的代價 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的應用 來選擇不一樣的pitch 來達到一個最好的影像品質 好 比如說那些動得比較厲害的 你可能就會需要比較小的pitch OK 來去減少這些motion所造成的一個影響 OK 簡單來說像這樣子 好 所以呢 Spyral CT 跟傳統的CT來講呢 它一定會需要更多的演算方式 來進行切面與切面之間的一個內查 好 那首先這個在我們的電腦的高度發展之下 以及演算法開發之下 其實已經不是什麼太嚴重的問題了 不是什麼太難的問題 其實以現在 那個醫療上面所那個 使用的這個CT scanner來講的話 大概90%以上都是Spyral CT 都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獲得資料的一個CT 所以它的普及程度其實是已經很高了 更甚至呢 有人會想說 我今天本來繞一圈 我只能得到單一切面的資料嘛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就獲得Marticle Slice 我們原本的Detector Ring的話 大概就是一圈而已嘛 對不對 一個特殊的 一個特定的角度範圍裡面 就像一排而已 可是如果我在這一排裡面 我再多加幾排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每一個顏色代表的就是不同位置的Detector Ring 我變成四排 因為四個顏色就是四排 平行排列 所以呢 我一口氣Projecture Active的話呢 我不是只有獲得一個投影的分部而已 我是獲得四條投影的分部 它代表的是不一樣千面的位置 所以最直覺的成像速度一定是原本的四倍 因為它一口氣收到的資料是原本的四倍 用這樣子的方式可以讓我們的訊號擷取速度又更快 那當然成本也會越高啊 因為你的Detector的速度就會越多嘛 那但是在速度的考量之下 這個其實已經是現在的CT Scanner的主流 就是Marticle Slice Spiral CT 已經是現在CT的一個主流的方式 那從以前以往的那個 這個我們在中文的術語上面 這個有幾層的Detector 通常 我們把它叫做擠開或是擠切 那英文上面 我們通常是講Slice 擠個Slice 那在中文上面的話是擠切或擠開 這個或許下次都會有機會到那個醫院的時候 他去 現在醫院都會去介紹自己的設備有多fancy 對不對都會有一些海盜 不像以前一樣都 大家都看不到這樣 他現在需要讓大家知道他們的技術的進展 所以通常有時候會有一些類似的海報 你可以看一下齁 在斷層掃描上面現在他們最常用的一個 推銷的術語 就是說他們的幾切的數量很高 從以前的8切、16切 到現在的話 32切、256切都有 OK 剛剛或許各位可以看到我去YouTube上面叫一個影像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來講 算是很高階的一個設備 它是菲利普的256切的Scaner 聲音不太重要 所以我把它關掉齁 它就是在256切的這個Scaner 它在運轉的時候的樣子 OK 它就把機格打開讓你看這樣 它其實可以運轉的速度很快 現在還是剛開始加速而已 OK 這台機器的最高的轉速的話 大概是每秒4轉左右 一秒鐘轉4轉 現在還在加速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 每秒4轉的話 其實你轉一圈基本上就已經一張slice了 所以其實代表的是 你收集完一張所需要的時間 是比一秒鐘還要少的 OK 那收集完整組的資料的話 其實大概真的只要幾十秒 幾秒到幾十秒這個Scale 跟你的切面數目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地方已經大概到最後了 所以它已經 基本上是已經到它的 最高運轉速度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眼睛已經看得不太清楚了 那麼大的東西 一秒鐘四轉 OK 所以其實是蠻 蠻厲害的一種 那個機械解構 OK 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這台機械是那個ICT256 256 slice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它其實一次 它就可以收到256 slice 當然它是有用一些 演算法來增加這個slice的訊號 OK 我們再回來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台機械的不管是怎麼樣 其實速度都非常快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是360張切面 它做的是胸腔的位置 從大概下巴的下面 脖子上端 一直做到那個 肺臟的最下面 OK 所以大概是我們的這個位置 胸骨的下面這樣子 OK 它可以得到360張切面 這個range的話大概是 我用40公分左右吧 所以你可以去換算一下 它的slice thickness有多小 它其實是很薄的一個切面 所需要的時間多少呢 10秒鐘 10秒鐘就做完了 所以CD的速度其實是很快的 那左邊這個是它 所得到的原始的單張影像 那因為反正我現在 單張影像都已經收集完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堆疊成一個volume 一個單度空間的volume 我可以根據我現在想要的任何的角度 和切面位置去顯示 它內部的組織分布是怎麼樣 右邊這個就是把所有的影像 通通疊起來以後呢 切這個方向 tono的方向 OK 把那個訊號的分布顯示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胸腔大概是分布是怎麼樣 OK 所以現在的機器來講的話 大概都是長成這樣子的外觀 操作的這個放射師就會把你送到 就是把你想要照射的位置送到這個圈的地方 這些圈的地方就是它在發射出X-ray 以及接收這個X-ray的所在的位置 通常在運轉的時候 當然放射師不會在裡面 他一定會在外面操作 因為這是有輻射劑量的 避免它們有過多的劑量累積 OK 那也因為如此 因為我們運作原理來講 各位可以知道 X-ray和CD來講 它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 X-ray是累積了不同方向的 projection以後 才能夠解除這些組織的分布範圍 所以劑量的角度來講的話 X-ray的這個輻射劑量的累積其實是比X光 我剛剛講錯了 CT的輻射量累積其實是比X光還要高很多的 它們高的倍數大概是在至少幾十倍 甚至上百倍 跟你的application有關係 但起碼是在這個scale 所以做X光其實一年去做個幾次 甚至我覺得做個五次到十次都不會是什麼太大的issue 它累積的激量其實是很有限的 但是CT做一次 你的累積的激量就很高了 所以這個是在那個exam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特別注意 那以外來講在醫生的角度來講 它們會看你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之內 所接收的scan的多寡來決定 是否要繼續做這樣子的一個成像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得到的一個影像品質 有些影像大家剛剛已經看過了 像頭部影像 那右邊這個部分的話是腹部的 我想應該都看得出來才對 這兩個比較對稱的結構就是我們的腎臟 OK 這個地方就是肝臟 外面這個一個一個亮點呢 其實是我們的肋骨 胸骨肋股的地方 OK 後面這個是脊椎骨 骨頭的地方我們剛剛說過 因為摔檢係數比較高 所以CT number也會比較高 好 所以基本上CT其實是一個蠻快速的掃描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更快 因為最主要就是跟心臟有關係 因為心臟是一個非常一直在跳動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也發展了很多一些不同的成像技術 來去去除這個心臟跳動所造成的一個加益 那當然越高解析度是越好的事情 越多張也是越好的事情 那甚至還可以搭配上一些功能的訊息 功能訊息就是說 我們通常剛剛X光可以使用的這些前影劑 在CT裡面基本上也都可以使用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X光和CT所呈現的影像對比基本上他們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X光在不同組織裡面的衰減程度 那以現在的應用來講的話 XCT可以說是在形態上面最具有優勢的技術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空間解析度非常的高 一定是在1mm以下 所以它可以把東西看得很清楚 Structure的分佈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過它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會累積比較高的輯量 我們剛剛說了 它相對於X光來講 它累積的輯量是幾十到幾百倍是多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需要多加考量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CT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下課囉 謝謝